启示律十三章十五节说 又有权并赐给他,叫寿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寿像的人都被杀害 在这里讲到不愿拜寿像的人都会被杀害 这是讲到末日的情景 Phoebe在异梦里见到那些人用一些残酷的凝聚 来折磨那些人,然后将他们杀死 即是说他们是被逼去拜寿的 这个都是圣经所讲的末期发生的事情 他这个异梦我觉得是要来提醒我们 真是预备好预备耶稣的回来 也都亲近耶稣,从神得力 圣经讲到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不用想过什么说话,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如果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圣灵会指教我们如何逃避这些灾难 如何逃避被杀 因为在大灾难的时期仍然有基督徒生存在世界上 所以基督徒不是全部被杀的 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可以领受到如何逃避被杀 可以在大灾难时期仍然生存 仍然可以作见证带领人信耶稣 或者坚固其他的弟兄姊妹 有些人一听到这个教导 他就即时就会说 灾前被提的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面对大灾难 不需要被杀 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根据圣经的 这个灾前被提 很多人就以为是取自圣经 但如果你留心看 你看他们所有的教导或者书 都是用一些间接的经文 不是直接说到被提的时间 是在大灾难之前的 譬如有些人用启示录三章十节 那里说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这个经文只是说到 神会保守他们免去他们的试炼 并没有说到会被提的 经文是没有清楚说到被提的 但是在很多清楚经文 是清楚说到 基督徒是要面对大灾难的 以下我是用圣经五点来证明 基督徒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而灾前或者灾中被提都是违反圣经的 第一点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与主聚集 是在主降临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在贴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一节 至到第八节 那里说到 第二个青梅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那讲到两件事发生的 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临 然后我们去到耶稣那里聚集 很明显的经文没有一些外家的观念 因为很多人解释圣经就有一些外家的观念 我们解释圣经应该是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而这个经文说到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也就是说耶稣回来了 我们就聚集到他那里 所以次序是耶稣降临然后我们聚集 而保罗在贴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 说到他复活然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和贴撒罗尼加后书二章说到他到主那里聚集 是同一事件来的 也就是说他不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又回回落地下 然后后来又再次与主聚集 或者与主聚集了又和他分开 然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两个经文所说到的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是他聚集到主那里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时间应验 所以在贴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一节 那里说到聚集也是保罗被提的时候 和主耶稣一齐 他就说到有些人就说主的日子已经来了 保罗就叫他们不要轻易动心不要害怕 因为那个日子之前也都说到主耶稣降临的日子 上面看到第一节那里就写于 帕鲁撒罗尼加 帕鲁撒罗尼加这个字 在新的圣经说到耶稣的时候 都是说到他回来的 主耶稣回来的 主耶稣降临的 所以一路说的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以前 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离开真道 反对真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伦之子显露出来 而这个沉伦之子是说明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 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了 就是说在主降临的日子以前 敌基督会出现 并且很多人离开真道 反对基督教 然后这个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第八节那里说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条降临也是用佩洛西亚 这个希腊文字 你上网找3952Greek 就是希腊文那样解的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字的意思 而这里讲到就是说 主耶稣降临就要用他的荣光废掉敌基督 那就是说呢 主耶稣降临在第一节那里讲到 轮到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去他聚集 就是当主耶稣降临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敌基督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活跃的 在这个敌基督活跃的时期的末期的时候 耶稣降临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然后我们就和他一起聚集 这个经文是说到基督和基督聚集 即是我们被提去到耶稣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降临用荣光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第二点就是 保罗和众基督徒復活被提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首先呢 我们要明白一些真理了 就是保罗復活改变形象被提 只会发生一次 即是说保罗不会復活了又死过又再復活过 他改变形象也是改变了 成为不那位成为不死的 就不会说改变了又变回 必那位又变回必死的 然后再变过 所以只是一次 被提也是一次 不会被提之后 又下来又被提一次 而保罗復活改变形象被提 是一连串的事件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 说到就是会復活又改变形象 然后呢 在贴索尼加前书四章 就说到復活然后被提 所以三件事 復活改变形象被提 是一连串发生的事 第二点就是 保罗不会又復活 然后又死又再復活 所以只能够復活一次 然后我就看这些经文 贴索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 到十七节 那里就说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乃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以后我们 保罗是很特别的 几个经文都是说到我们的 即是先我们 贴索尼加后书二章一节 也都说到我们的 第一节那里说到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几个经文都是说到我们 包括保罗在内 保罗会聚集到耶稣那里 而这个经文就说到 以后我们 活着环传流的人 即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和他一同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是说耶稣回来 然后基督徒就会复活 复活之后 就一起被提到云里 在那里和主一起 就会永远同在 就不会再分开了 而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就说到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传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那这里说到 就是主耶稣由天上降临的时候 那他就会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按着他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传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说到 耶稣回来 我们就会改变形状 成为好似耶稣的荣耀身体 将这个经文和 《协撒尼加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放在一起 当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 我们也会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 贴前四章十六十七节应验的时候 基督徒都会改变形状 然后 将这个经文和《临前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 放在一起的时候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那里说 毫童没次出向的时候 因毫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扭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即是在毫童没次出向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扭坏 我们 这里保罗也说到我们 我们也要改变 然后五十四节 在必死的记变成不死的 那时 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这里说到 基督徒会复活 成为不扭坏 我们的身体变成不扭坏的时候 变成不死的时候 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即是死亡就被得性吞灭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而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是会被杀的 所以 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说 再没死亡 即是说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期 基督徒仍然会死亡的 而 将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 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只能够改变形状一次 只会被提一次 而且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那么多前书十五章 五十二节 这两个经文 就说到复活 和变成不捞坏 然后 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说到 基督徒会复活 亦都包括保罗在内 因为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所以 这两个经文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是同时应验的 然后 保罗和众基督徒 就会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是说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应验的时候 都是保罗会复活 然后改变形状 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而保罗和基督徒 复活和被提的时间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而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死 当基督徒不再死亡 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已经被吞吃了 已经再没死亡 就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基督徒 复活被提 是在大灾难之后 这是第二个圣经的证明 第三个证明 就是说 保罗和众基督徒被提 是在末次号同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开始那里 耶稣是有说到 这个灾难一过去 然后三十节就说到 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 号同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这里讲到 就是说 这个大灾难过去之后 那万族都会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就是耶稣会回来 就是在全世界的面前 耶稣会回来 然后耶稣会叉远使者用 号同的大声 号同在上面有写到的 selpiks 这个希列文字 大家找4536 Greek G-R-E-E-K 就是希列文 搜寻网上的时候 搜寻网上的时候 就会找到这个字的解释 就是 号同或者是trumpet 就是说 吹的号同 或者是好像 现在的广东话 翻译做喇叭的意思 到底那些 号同是跟我们的喇叭有多大分别呢 这个圣经是没有说的 总之 是有说到这个 号同 就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会有号同 而这个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而很多前书15章52节 就说到 一撒时 雜眼之间 号同抹刺吹响的时候 然后死人要复活 这个时候 保来会复活 也都在上一节 我说到 他复活 就会改变形象 以及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 保罗复活和被提的时候 就是 号同抹刺吹响的时候 然后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 也都有说到 号同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就是说到 主耶稣从天上降临 又有神的号吹响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就会复活 那保罗说到 他都有份 然后就被提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说到 就是 号同抹刺吹响的时候 就是 保罗会复活 然后 连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是说到 跟着就会被提 因为我们上一节 说到 保罗复活 改变形状 和被提 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好了 既然保罗说到 这个 号同抹刺吹响 即是说 以后再没有号同 这是最后的号同 这是最后的号同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三个经文 所用号同的字 都是 都是说到号同的 保罗是仕途 他当然 是会熟悉 耶稣所说的 说话 所以他是会熟悉 耶稣在 马太二十四章 三十一节 那里说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用号同的大声 将他的选文 招聚一齐 即是说 他熟悉这个号同的字 而他在 臨前十五章 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都说到 神的号 在贴前四章十六节 虽然中文是用神的号 但原文都是一样 是十一匹 所以都应该是翻译为 号同的 保罗在这两个经文都用号同 他是熟悉耶稣所说的号同 他说号同的时候 应该是说同一个号同 而不是不同的号同 如果他知道 耶稣有说过这个号同的时候 他没理由会提号同 是另一个号同 有些人就以为 这个号同不是同一个号同 是另外一个号同 但如果保罗 他知道耶稣有说过号同 耶稣回来的时候说号同 而保罗在 临前十五章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都是说到 耶稣回来 又有这个号同的时候 保罗一定是提及同一个号同 如果他是说另一个号同 他就会说 耶稣回来的时候 耶稣有一个号同 我现在说的是另一个号同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没有理由耶稣回来 有两种号同 是应该是同一个号同 所以 这三段经文所说的号同 都是同一个号同 而既然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所说的是 和众星图被提的时候 就是末次号同 以后再没有号同 即是说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所说的号同 不会辞过这个末次号同 因为末次号同 就是最后一次 不会再有另一次的号同 所以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的号同 都不会辞过他 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的号同 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保罗复活和被提 都是在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 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这是第三点 证明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第四点 就是说到 马太福音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所说到的 两个人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是说到被提的 是突然发生的事 而这个经文所说的是在大灾难之后 我们现在看看经文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就说到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这个大灾难之后 三十九节就说到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传刀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在这个经文 耶稣是比较 罗亚的时候的洪水和他的回来 他说耶稣降临的时候 就好像罗亚的日子 那时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了 就将他们传刀冲去 人子回来 巴洛斯尔也是用巴洛斯尔这个字 也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说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耶稣回来的时候 也是大灾难之后 那时候呢 两个人在田里面做东西 忽然间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那取去这个字呢 在底下 我写了希腊文出来 就是巴洛兰班奴 你查 Greek G-R-E-E-K 3880呢 就会查到这个字的 那巴洛兰班奴呢 是由两个字 一个是南班奴 南班奴呢 就是接待 接待耶稣 就是这个接待 或者是接受 然后呢 巴洛兰班奴呢 意思是在旁边 巴洛兰班奴呢 就是呢 去到埃及 所以这个取去一个呢 的意思呢 就是带到耶稣那里 那带到耶稣那里呢 很明显就是 跟耶稣一齐了 而圣经说到 跟耶稣一齐 就是被提 保罗在贴撒尼加前书四章那里 说到呢 就是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是跟他一齐 所以呢 取去一个 就是取去到耶稣那里 而撇下一个呢 原文的意思呢 是真是扔了不要的 所以另一个呢 就是被 弃绝的意思 好了 在马太二十四章呢 就说到 在田里面 和在这个女人 推磨的时候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都是一个很突然发生的事 就是田在做着 那么呢 就忽然间 耶稣呢 就将一个拿去他的身边 就是肯定是被提了 那然后另外一个 就扔下 就是说有人被提到耶稣那里 有人呢 就扔下 那么 而在路加十七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更加加上 两个人在床上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然后就说到 两个女人推磨 然后两个人在田里面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都是说到呢 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尤其在床上更加突然的动作 就是睡着 没有做着 突然间一声 就被拿到耶稣的旁边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说到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呢 马太二十四章说到就是说 人子降临都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 那一阵间 其实这个经文是连续的嘛 那一阵间 那阵的时候 耶稣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本来在田里面做工 然后一个就拿去耶稣的旁边了 所以这个是说到被提 而 特别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节 说到床上 就是突然间在睡觉 都突然间有一个 就拿到耶稣那里 在田里面做工 又突然间拿去 两个女人推磨也都突然间拿去 那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的被耶稣接立 耶稣接立为神的儿女那种的取去 而是呢 是真的一个突然的动作 在睡觉 那譬如人家说人信耶稣 耶稣接立他 就不会说你睡觉 一声 那忽然间耶稣就接立你 而这个讲到呢 就是被提了 而这个被提的时间 在大灾难之后 在人子降临 就是大灾难之后的时候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 好了 那第五点 从圣经证明呢 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就是在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的时候 说到善伯和恶伯在耗同响的时候 同时见到主耶稣在荣光中降临的 善伯没有预先被提去 善伯没有在灾前被提的 那我们由这个经文就知道 看得到耶稣回来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时见到耶稣回来的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那里讲到灾难一过去 然后三十节就讲到 人子的笑头显然 万族都要哀哭 然后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魂降临 耶稣回来的 然后用毫童的大声 将他的选文 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哪边 都招聚了来 然后呢 罗亚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都是这样 将他们全部冲去 在那时候呢 两个人在田里面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就是说到被提了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就讲到 当时会发生的事了 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这个人呢 忠心他就有福了 但是这个恶仆呢 就怎么样呢 他就要重重处置他 定他和苟武为善的人同罪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所以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 这个忠心的仆人和这个恶仆 是同时见到主耶稣回来 同时要交账的 这个忠心仆人呢 就有福了 这个恶仆呢 就要被处置 就要哀哭切齿了 然后呢 在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上面那里 马太二十四章 就讲到耶稣回来 然后呢 二十五章就讲到 人子在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中民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以这里所讲的 和上面所讲的是一样的 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面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上面的经文 说到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是同一个事件来的 那如果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怎样呢 耶稣回来的时候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那右边呢 就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他所预备的国 而左边呢 就是被咒座的人 离开耶稣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事者所预备的 永火里去 所以呢 就讲到耶稣 在天上降临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万民就聚集了 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聚集 信耶稣的意思 即是信耶稣 而跟从耶稣 只是口话信耶稣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的人呢 他们是不得救的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死的 即是说那些真信耶稣 而生命有改变的人呢 他们就会被接立 进入这个神 为他预备的国 然后那些不信的呢 就会是进入 为魔鬼和他事者所预备的永火 所以这里就讲到 跟从耶稣 和不跟从耶稣的人呢 就会即时面对耶稣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的 所以从以上五点呢 我们看得到 基督徒被提 是很肯定 从不同的圣经的经文 证明在大灾难之后的 我再将这五点呢 简单地讲出来 第一就是 保罗和众基督徒 与主聚集 是在主降临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在帖撒尼加后书二章一节 主耶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而聚集 就是保罗只能够和主耶稣聚集一次 这个呢 就是经文所讲到 他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復活被提的时候呢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就是在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是说到基督徒 復活 而包括保罗在内 保罗就会復活 变成不扭坏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呢 就说到保罗会復活 然后呢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个就是被提的时候 而被提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临前十五章五十四节所说 死被得性吞灭 死亡被得性吞灭 再没有死亡 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被杀 第三点呢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被提在末次号同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首先呢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至五十四节 和帖撒雷加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都说到保罗和众圣徒復活的 那因为保罗只能够復活一次 所以呢 这两段经文都是同时应验的 而帖撒雷加前书四章呢 是说到保罗被提 那而临前十五章呢 是说到号同末次吹响 所以保罗被提是在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 而马太二十四章那里说到的号同呢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所以呢 马太二十四章的号同是不会持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末次号同 末次号同就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没有号同 而马太二十四章的号同已经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的末次号同 也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保罗被提是在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 保罗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后 第四个证据证明灾后被提就是 马太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讲到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在田里面做工忽然间拿去 而拿去的字是paralambano 是拿去他身边的意思是接立去到他身边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 而这件事发生呢 是圣经很清楚讲到大灾难之后 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 在那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 在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做着 忽然间取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推磨一个取一个撇下一个 和在床上睡觉也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就取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在大灾难之后 第五个要点就是 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是讲到善仆和恶仆在号筒响的时候 同时见到耶稣在荣耀中降临的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 即是说基督徒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在马太二十四章就讲到灾难之后 耶稣降临 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对他 那些世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但是在那时候 忠心的仆仁和恶仆是同时见到耶稣回来 忠心的仆仁并没有预先被提 马太二十五章也说到 人子在他荣耀中降临的时候 将万民聚集 在右边的就会进入为他们预备的天国 而左边的就会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 以上的经文我们知道 基督徒被提在耶稣降临 在这个大灾难之后的时候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的 有些人就说 那不就很惨了 大灾难 哇我们要面对大灾难 很惨的 很恐怖的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的 圣经讲到大灾难的时候 讲到七人是羔羊开始的 七号七雷七腕都是天使开始的 也就是说 其实大灾难是神开始 并不是魔鬼开始的 我们看另一个经文 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 那里讲到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吸那寿 直等到神的华都应验了 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 甚至那些诸王同心合意 将他们的国给那个寿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即是说原来在启示录所讲到 活后灾难发生的时候 都是遵从神的旨意 都是成就神的旨意 在启示录发生的事 不是魔鬼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有些人就说 哇 连那些诸王都是遵从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会将他们的权并给这个寿 和羔羊争战 那哇 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呢 在人看上来好像很难明白 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在大灾难的时候是神掌权的 我们看到两个见证人 在启示录十一章 那里讲到两个见证人传道 他们三年半的时间 和敌基督的时间一样 三年半的时间 他们都能够胜过受敌 并且后来他们虽然被杀 但又复活教云升天 就被我们看到 在大灾难的时候 神依然掌权 启示录十四章 就说到三个天使在空中 向各国的人传福音 和传警告的讯息 第三个天使就说 哪个人拜受受印记 他们的份子流黄的火狐 即是说这个时候 亦都是神掌权的时候 和第五号的时候 在启示录九章四节 就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而两个见证人 是会攻击神的敌人 和第一碗的时候 启示录十六章二节 就会有恶毒的仓 生在有受印记 拜受杖的人身上 第五碗 启示录十六章十节 是讲到受的国黑暗了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大灾难的时候 神是掌权 有些人就说 那为什么神要有大灾难呢? 这个圣经没有讲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推想 圣经有讲的 我们就说圣经是证明这些 譬如我是很清楚 用圣经证明灾后被看 但是 关于为什么有大灾难呢? 圣经是没有清楚讲的 那我就觉得 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在现代的时候 基督徒是可以倚靠他们的钱 倚靠他们的财干 可以倚靠人 但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不能够倚靠钱 就算有钱都不能够买东西 所以那时候呢 基督徒只能够多亲近神 完全倚靠神 没有食物怎么算呢? 只能够祈祷亲近神 所以我觉得呢 在大灾难的时候呢 是会有大复兴的 基督徒的生命 会很大大的复兴 被神更新改变 在那时候呢 神会使用他的生命 作美好的见证 神也都会保守他们的生命 让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能够安全地 将福音传去天下 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的 因为他们的圣经 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呢 在大灾难的时期 基督徒依然是得胜的 虽然是会被追杀 但是神是会保守 那圣经也都讲到呢 我们受迫伯的时候 不用想着说什么 因为圣灵呢 到时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那既然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呢 圣灵都会指教基督徒 怎样可以逃难 怎样可以有食物 或者不需要靠食物 就是祈祷可以保存生命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神就能够做好大的工作 神就能够 成就伟大的事 亦都更新基督徒 而且在这个时候 福音要传遍普天下 传到很多地方 当然了 福音应该在大灾难之前 传到很多地方 在大灾难的时期 神也都会使用基督徒 能够他们圣过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因为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是会非常之勇敢 神会带领他们去哪里 全福音带领他们 怎样给神使用 给神去保守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 惧怕大灾难的 反而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 倚靠神 亲近神 从神得力 怎样靠着耶稣 随时祷告得力 随时祷告可以经历神的平安 兴散喜乐 爱和能力 可以有动力 从神而来 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祈祷的时候 只是将一个清单交给神 这样的祈祷 未必得到很大力量 圣经讲到是用心灵诚实 来敬拜 就是整个心灵 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个灵 去爱慕神 感激神 赞美神 欢喜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理所求的 赐给我们 神就常与我们同在 即是说 一个亲近神的祈祷 基督徒是可以得力 基督徒得力 就可以为神作美好见证 求神帮助我们 不需要惧怕大灾难 反而我们预备好 耶稣快要回来 我们基督徒需要预备好 需要靠着耶稣得力 从神有力量 让我们为主耶稣作美好见证 并且不需要惧怕魔鬼 不需要惧怕 患难 不需要惧怕痛苦 因为神必保守 跟从他的人 爱他的人 神会保守 即使是被杀 神都会赐我们力量 赐我们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 用一个勇敢的心 面对大灾难 亦都在这个时候 事事 祷告亲近神 从神得力 让我们能够面对 前面的任何迫迫和灾难 让我们能够在 任何灾难的时候 都能够暂立得稳 从神得力 求主保守我们 不需要惧怕这个大灾难 能够随时 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保守我们 在时候 我会带大家 有一个讨告 亲爱天父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灾难 实在是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天气的改变 非常之热 很大的洪水 有些人说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呢 每年都一遇 并且一年多遇的 这些洪水 很大的灾难 还有很多的热浪 很多的灾难 饥荒 瘟疫 发生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实在时间 不会长久 我们很难想象 十年之后 这个天气 会变得如何 热成如何 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又会热成如何 就会应验圣经所说 到时会热死人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 还有我们看到 不同的国家 都可以随时发生战争 而圣经说到第二印的时候 是说到 从地上奪去太平 再没有太平 就是说 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 会有大大的战争 有世界大战 世界上 再没有太平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胜 从神得力 是至亲近神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平安 叫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有神的力量 为主耶稣作美好的见证 不要惧怕 不要只顾着 如何保存我们的钱财 保存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一天 这些一切都会过去 但我们靠着耶稣 亲近耶稣 遵从耶稣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从神得力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加力 给我们预备好 迎见耶稣回来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我的邀请所有 你相信 灾前避题 或者灾中避题的人 你试试查考这些圣经 你都去找一下 灾前和灾中避题的证据 让你去找一下 其实他们是没有直接 圣经的证据的 不是用一个先入为主的意见 在圣经里面 我们是从圣经找出答案的 然后祝福你 我可以乐意和你们沟通 你如果想沟通这方面 你可以直接联络我的 在香港的电话和WhatsApp 地区字头是 852-9408-8617 地区字头是 852-9408-8617 祝福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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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